台北大学社科院以二手玩具回收再利用的一个概念 举办北大玩具节 那么今年迈入第六年了 除了玩具银行的行动玩具车之外 引引高龄化社会 今年特别串联社福机构 安排了长照专车以及服务车来进驻 希望打造全灵共荣的活动会场 北大社科院USR计划 与玩具图书馆协会 办理北大玩具节迈入第六届 除了闯关活动 Switch体验区外 今年更结合社福机构 安排长照专车进驻 那面对高龄化的到来 我们今年的玩具节 特别增加很多高龄的服务 包括很多长照的专车 有卡拉OK 那同时有怀旧的游戏 那也有陀螺的一个表演 那同时又很多学生志工 来为长者提供服务 那今年这个玩具节的特色就是 逐渐从小朋友到家长 那么同时延伸到主父母 变成是一个社区的一个全灵的活动 北大特区儿童人口占比高 因此每年都吸引许多大小朋友 共享盛举 不仅为孩子们创造欢乐的时光 也让学校与社区有更加紧密的连结 教育部希望大学都能够融入在地社区 所以社科院USR计划调查社区居民的偏好 发现在地的小朋友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在六年前举办了玩具节 当时只有五百位小朋友参加 但是一年一年举办下来 我们结合了新北市玩具银行 那同时呢也一步一步把社区的居民带出来 目前已经成长到一千五百位民众共同参与 北大玩具节将在4月15日在北大校园举办 民众只要带上二手玩具或是发票即可参加 更多资讯可以到北大网站查询